我来描述了 我们稍微再看一下 在旧约里面 智圣所的功能 因为智圣所就相当于 灵里面的一个功能 我们讲到 在智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 这个约柜里面有两个法板 这法板是见证神的所事 也就是说 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神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这个功能就预表 良心的一个直觉 也就是说 神让我们知道他的所事 他是根本不用学 就直接将他的所事 放在我们的直觉里面 那我们也讲到 这个良心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所谓的交通 以色列人来到会幕面前 会幕就是神人相聚的地方 也就是相当于 我们所谓的会所 就在这里 人和神有相交 借着什么呢 宝雪 将雪洒在森盖上面 森盖我们讲过了 就是基督自己 也就是说 神借着 师恩盖 只看了主耶稣 使我们 与 我们有交通 这位神 与我们有交通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 这个 就是这一幕上所说的 圣 这个 我们的灵有另外一个功能 也是弟兄刚才细说的 良心的功能 良心的功能 这里也讲到 约会里面的 两个法板的故事 法板一面 它表明了神的所事 就是直觉的功能 一面 见证 以色列人的 不是 我们看那个 生命纪 三十一章 二十六节 生命纪 三十一章 二十六节 将这律法 放在耶和华 你们神的约会旁 可以在那里 见证 以色列人的 不是 所以良心 对我们 还没得救的人 或是当时 对以色列人而言 它是见证 以色列人的 不是 也就是说 律法 叫人 怎么样 知罪 对不对 律法 不是叫人来守的 律法 是叫人 知罪 所以 良心是在这里 见证人的 不是 罗马书第三章 二十节 所以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 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 本是 叫人 知罪 弟兄 刚才也交通到 在一个 还没得救以前 我们 这个 良心 所带下的功能 是在我们身上 做是非的功能 见证 是非 也就是 罗马书第二章 十五节 里面所说的 见证 是非 罗马书第二章 十五节 这是显出 律法的功用 刻在你们心里 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从作见证 并且 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就是对 还没得救的人 还没得救的人 他是做 是非的一个见证 这是对的 那是错的 但是对已经得救的 弟兄也告诉我们 我们看 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 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 十二节 我们所夸的是 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 神的圣灵 结合诚实 再次为人 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向你们 更是这样 这里说到 良心做一个见证 见证什么呢 我们所做的 是出于我们 还是出于神 是出于我们天然的本能 聪明 智慧呢 还是出于神的恩惠 所以良心在这里 是做见证的工作 他的功用是见证 对未得救的人 是见证是非 对已经得救的人 告诉我们 我们所做的 到底是出于神 还是出于人 那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都有一个良心 但是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听着良心所说的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都有 都有一些法律的制度 或一些 这些所设定的一些规条 但问题 你照着做 昨天那个 梁弟兄 讲到 这个 财敬 你们看过没有 财敬 他 他 做了一个 纪录片 他这个纪录片 他名字叫做 穷顶之下 因为他说到 这个 雾霾的事情 因为他深深觉得 他这个女儿 生下来就得 Tumor 就是肿瘤 那 是不是 因为他在 产房里面 他觉得他 那个呼吸的空气 有问题 所以 他觉得他 一生里面 生下孩子 这个呼吸的空气 造成他孩子 有这个问题 所以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花了将近 一百多万 自费 人民币 拍了一个影片 叫做 穷顶之下 他访问了 就是把中国 这个大 这个从五六十年 一直到现在 还有欧洲的 还有那个 洛杉矶 那个美国的 你知道 他里面讲了一个很 让我很震惊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 神有律法 神律法 在这里定夺说 我错了 但问题 执法的人怎么做 他就 拿了一个 那个 你知道那个 现在的一个卡车 他们那个从 别的城市 运到北京 或者哪里 他那个卡车 他都排 排气量 或者排烟量 这个是一个大难处 也就是说 污染 不仅仅是工业 烟囱冒出来的 还有主要是汽车 所以 汽车应当装一个 装置 这个装置呢 排 减少这些污 像那些很有炉的空气排出去 一般来讲 汽车都应当装的 装了以后 再给你一个 他们叫国弃 四号 国标 国标四号 还是国弃 国弃 汽车排放 七车 国弃 国弃四号 就是国四 如果有牌子 有这个 一般来讲 这个就是 你是合格的 那警察呢 也放你去了 然后他 那个有一个 他和一个保安 这个警察来 来检查 把那个车 拦一下来 他上了一天吗 国四吗 然后一打开看 什么都没有 然后 他觉得奇怪 怎么会没有呢 这个 你知道他们一般车子 从来没有 然后他们这些车子呢 都运到哪里 飞出去 运到非洲去 然后 他就问 那为什么 那就问了工厂 你们不是那个 他说我们 你要的时候 我们才装 一般人都不要 一般人都不要 这个 这个事实上 也照规矩 不能卖在中国本地 应当 外销到非洲去 非洲人 他们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没有 那问他 为什么要卖到这里 因为他们要的 因为他们要的 造成好多的工人 然后他自己呢 背了一个 好像一个呼吸器之类的 然后呼吸器里面有那个 filter 二十四小时 背着 在还没背之前 那个过滤器 非常干净 二十四小时之后 黑啊 像一碳黑一样 也就是说 它吸进去 碳黑 然后去检查 都是致癌的那些毒 这是中国人每天过的生活 每天过的生活 然后这个肺 那有了 找那个肺里面有问题的人 把它解出来 这肺里面都是碳 造成 使他们不能复兴 都是黑 全是黑点 这是首都啊 北京啊 还不是其他地方啊 那那些河北地方 那些烧煤的 更恐怖啊 讲了半天就是 明明有一个规定 环保的规定 说应当这样 没有一个人执行 他们执行率都是0 他们说我们不能执行啊 我执行的结果呢 那 就是说 大家都 违背了这个法律 根本无法执行 良心 他有一个控告 他良心是根据什么呢 神的律法 定了一个罪 但问题 你愿意改吗 就是这个问题 国家也定了 定了 这个空气的条约 这些规定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执行 你跟那个执行 环保局的负责人 他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一点能力都没有 没有办法执行啊 大家都是如此 大家都违规了 如果把他们停下来 你知道有几十万 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人 没有饭吃呢 然后在1960年 伦敦 英国就发生这种事情 伦敦呢 他们本身呢 污染很严重 尤其他们又有那个雾 那这是雾霾 在1960年 某一天啊 突然发生 白天啊 连开灯啊 都 看不到 交通警察指挥了 一定要拿大灯啊 照到交通警察的身上 要不然啊 他在指挥交通的时候 都会被撞死 你看 按到这种程度 比那个晚上的黑暗还暗 后来他们下定决心了 把这个 所有这些工业啊 全部停了 主要是钢铁工业 钢铁工业 没有错 一改行啊 好多人失业 但是必须转业 这一定要做 下定决心 如果不合乎 这个规矩排放的 全部停了 现在中国不是 天谱啊 钢铁工业 亏本啊 天谱啊 煤的工业 亏本 天谱啊 一天不够 天几十亿啊 维持 所以你看 这些人怎么办 这事你们去看 那个影片 一个钟头 四十三 等一下 一个钟头四十五 那就讲到我们的良心 也是这种情形 神有律法 神有规定 但是问题 你怎么对付 我们看 所以我们进来看 如果 你的良心 有了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看 提摩泰前书 第一章 十九节 提摩泰前书 第一章 十九节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半 神借着良心 来告诉我们 定我们的是非 同时让我们知道 我们到 如果你得救了 告诉你 你是从哪里 你所做的 从神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 如果你抛弃了他 你这个人就像船啊 根本就废掉了 如果船啊 如果有了洞 他维持不久的 就整个沉下去了 所以那我怎么办 你去想到大卫来讲 大卫犯了罪 良心有控告 因此他必须在神面前 做一件事情 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 第十节 诗篇五十一篇 第十节 神爱 求你为我 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有正直的灵 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 他必须在神面前 先求神的色 所以第二节说 请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静静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 我的过犯 我的罪 藏在我的面前 你知道 他自己说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是得罪神 是得罪神 虽然看起来 好像得罪人 但是他犯的罪 是唯独得罪人 第四节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人 所以他在神面前 一个认罪之后 神就将 那清洁的心 临到他身上 使他人 就有得救之恩 得救恩之乐 所以 我们如果 失掉了 我们的良心的功能 我们必须求神 恢复 所以认罪 是很重要的 但 但在认罪 那主 怎么样 恢复我们 那清洁的心 如何 恢复我们 良心的功能呢 我们看 那个 希伯来书 九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 九章十四节 何况 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 无侠无辞 献给神 他的血 且更能 洗净 我们的心 也就是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 事奉 我们生神 血 是唯一的 血 有一个功能 它的功能 就是洗净 我们的良心 它主要就是 压住 罪 在我们良心 所做的控告 因为 基督 已经替我们 死了 他已经替我们 流血了 所以 撒旦 不能再控告 所以这里洗净 我们的良心 其实就是压住 良心的一些控告 使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 求主的保血 来接近我们 我们在主的保血之下 良心的控告 就止息了 那不但如此 他这里还提到 像那个 彼得前书 三章二十一节 彼得前书 三章二十一节 这里讲到 这谁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 复活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 本不在乎 除掉肉体的误会 只求在神面前 有不愧的良心 所以这里说到 受敬这件事情的重要 它不是一个仪式 如果你信了主 你必须学习 受敬 必须认定 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这在神面前 有一个功能 就是使我们 良心的亏欠 被阻掉 也就是说 我们借着 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一同互活 这受敬 也就是说这敬离 使我们在神面前 有无愧的良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的过去已经死了 所有能追我的 罪只有到死为止 再没有任何的地位 然而我如今 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他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我重新有一个新造的人 能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在神面前 是一个无愧的 我们在4月4号那天 有一次受敬 如果你们中间 有人尚未受敬 愿意受敬的 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 如何让我们的良心 无愧呢 主耶稣的宝血 和借着敬离 那如果使我们良心无愧 有一个清洁的良心 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让我不受公告吗 圣经并没有这样说 或只是让我们 做一个平安无事 我能够来到聚会中 享受神就算了 我对人无愧 对神也无愧 我就普普通通 就是这个样子了吗 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们看 秦牧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 所侍奉的神 洗澡的时候 不住了想念 当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以后 我们就凭着这样的良心 去怎么样 释放神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也是这个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我们刚才所看的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相无耻地献给神 祂的血 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 侍奉 永生的神 我们所侍奉的神 是永生的 是永活的 祂对我们的约 也是永约 然而我们所侍奉的呢 也是永生的神 当我们有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 神要我们所过的一种生活 就是来侍奉祂 那现在要怎么样侍奉 我们应当怎么侍奉这位神 我们看那个 因为圣经里面 像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第五节 刚才我们是看第三节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那里讲到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无伪的信心 生出来的 我在圣经里面举一个例子 当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 爱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爱是从 无愧的良心 清洁的心里面 出来的 来侍奉神 那我们 怎么爱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爱呢 我们看这个 揣一集记二十一章 揣一集记二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在百姓面前 所要立 一的典章是这样 你若买西伯来人 做奴仆 他必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 他可以自由 白白的出去 他若孤生来 就可以孤生去 他若有妻 他的妻 就可以从他出去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 妻子给他生了儿子 或女儿 妻子和女儿 要归主人 他要独自出去 倘若奴仆明说 我爱我的主人 而我的妻子 而女儿 不愿意自由地出去 他的主人 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要带他到门前 靠着门宽 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 不是主人 你知道我们都是主 用他的宝血所买回来的 救赎了我们 让我们来服侍他 但是我们的主 他希望我们服侍他 不是强迫的 是甘心乐意的 就像这里所说的 没有错 希伯来人做奴仆的时候 最多做六年 第七年一定要放他走 但是这个奴仆 他结了婚 而妻子是主人给他的 生下了孩子 还有他的妻子 当 16年到第七年的时候 他要独自走 他要把妻子和孩子留下来 他自己可以独自走 但是如果他说 我爱我的主人 我也爱我的妻子 也爱我的孩子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主人给我的 我爱我的主人 所以呢 我愿意终生侍奉他 那怎么做一个记号呢 在他耳椎上 在门前 或者在审判外面前 钻一个洞 这一钻啊 就成为一个爱的记号 终生侍奉 也要放什么 终生侍奉 他的主人 那 你看那个 在诗篇 第六节 那里讲这个是 诗篇 诗诗篇 第六节 既物和灵物 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烦记和书对记 非你所要的 你开通我的耳朵的意思就是说 你已经用锥子 穿了我的耳朵 你知道我们的良心啊 会叫我们来怎么样 侍奉神 是必须侍奉神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呢 常常会用一些方法来贿赂我们的良心 祭物和礼物 主啊 我不是多奉献一点 不是就可以的吗 主啊 我多带一点菜 我就好了吗 主啊 我不是 等等等等 或者你知道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这里讲了一件事 这里讲了一件事 这是大卫写的 他说既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烦记和书对记 非你所要 但是你已经用锥子 穿了我的耳朵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爱的记号在上面 就是说你要服事我 不是用基物来代表的 你要服事我 就是你用把你全人 全心都献给神 这个神要的 你记得有一个律法师 他来问主吗 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吗 知道那个故事吗 马可福音12章 马可福音12章 从28节到三世节里面所说的 有一个文士听见 他们辩论小的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一条 哪是第一要求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求的就是 以色列 你要听主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实 那就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 那文士对耶稣说 夫子说 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并学尽心尽智 尽力 爱他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阙烦气和各样气 意识好得多 耶稣见他 为他有智慧 就在他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你知道主耶稣用什么话呢 用以色列人 有个叫做虚马 听了 以色列 听了 那这个虚马这个字呢 就是生命纪第六章里面 所说的 生命纪第六章 他们要求 生命纪第六章 第四节到第九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 那下面就讲到 主耶稣 有所引用 要叫我们的爱神 如果你要爱人的话 你先爱神 但是 这个爱这个字啊 以色列人 他们一般认为 什么叫做爱神 就是我献上牌祭 献上祭物 我给神礼物 我就已经爱神了 但是 这位文士啊 他听了主的所说的以后 他悟过来了 悟过来了 不是 线上祭物 线上祭物 没有办法 代表爱神 与爱人 那什么 是最重要的呢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爱神 就是爱这个神 因为 如果我们能爱神 就一定能爱人 那就说到 我们对我们的良心 我们 如何能够使我们的良心 不控告呢 就像刚才弟兄所说的 有的人会用 各样的祭物 对神的话呢 会打折扣 用祭物来贿赂我的良心 我如果能够 多奉献一点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事实上不是 神不是这个意思 神的意思是说 你必须爱我 你必须爱 爱 你爱了我 你就可以爱了 那这是十种 因为这个爱的原部 这个爱从哪里来呢 无愧的良心 清洁的心 他无愧的信心里面出来的 如果我们良心 有责备 我们的信心 有亏 你知道什么叫做 无愧的良心 就是没有过错的 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 就是不会使人跌倒 你看那个 哥林多前书 十章三十二节 林前十章 十章三十二节 不许是犹太人 是犹豫女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可使他跌倒 这个跌倒就是无愧 跌倒就是无愧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使人跌倒 这就有愧了 那菲律比书第一章十节 菲律比书第一章十节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这无过就是无愧的事 没有过错 但是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些呢 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些呢 我如何有这样的爱呢 那在旧约里面 不然是新约里面 有一个故事 就是路加福音七章 三十六到五十节 有一个故事 你知道我们本身自己本身 我们不容易有这样的爱 但是你看路加福音七章 三十六到五十节 这里讲到有一个发力赛人 他请耶稣去吃饭 在吃饭做习的时候 有一个 那个城里面 有一个有罪的女人 他 他来到这个人家里 看到主耶稣在那做习 就拿了 剩着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的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因为哭的缘故呢 他就 这个眼泪就把主耶稣的脚弄湿了 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头发 在主的脚上擦干 用嘴来黏黏清他 把香膏就倒在他那里 就抹上了 这个发力赛人 你知道一般的发力赛人 请主耶稣来的时候 都是为了要怎么样 都是为了要来找把柄 来对付主耶稣的 那发力赛人看见 就这世纪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 不知道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那因此主耶稣就对 请他的发力赛人叫西蒙 就为了跟他说 他举个例子 有两个人 一个欠债五十 一个欠债五两 那他们都无礼偿还 因此债主人就把他们 全部摄理了 那问题是 这两个人哪一个爱 这个债主多呢 西蒙就说 当然是多得恩免的人就多了 那主就说你断得不错 因此就对那女人说 西蒙你看这女人 我进到你家的时候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你知道 这个一个正规的 一个宴席 当客人来的时候 一般主人 一定叫他的仆人 去洗客人的脚 西蒙没有做 这是违背的 当时的一个 正确带宾客的一个态度 他没有做 但是这女人呢 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了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 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 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 膏磨我的头 这女人用香膏 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 都赦免了 因为他爱多人 他相信 主能赦免他 所以一个人 要真正地爱主 他必须看见 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 他借着主的宝血 常常来赦免他 他也知道 他从主那里 得的恩典 是何等的大 何等的多 他多到一个程度 他没有办法诉说 所以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能够爱主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看到 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良心 根本没有对我有任何的控告 我还觉得我自己是不错的 或是我根本没有听到良心 对我所说的话 不知道良心在我里面 对我所说的话 就像弟兄所说的 圣灵人来是叫我们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 责备自己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自然 我们也不会寻求 主的圣灵 自然 我们爱主的心 也就没有 当我们的良心 越洁净 当我们有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我们对神的话 越敏锐 相信我 我们对神的爱 也就越大 我们对神的爱小 是因为 我们的良心 不敏锐 因为爱 是从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无伪的信心 出来的 我们的良心 越敏锐 越清洁 我们越听到神的话 那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越会寻求 宝血的洁净 当越寻求 宝血的洁净 我们的良心 就越清洁 我们对神的爱 就会越多 就像这个是女人 我们就觉得 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我这样大的一个罪 你都射了 我只能不爱你呢 就是这个意思 我只能不爱你呢 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们要常常寻求主的话 让主的话来接近我 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13章 第十节里面所说的 约翰福音13章 第十节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那十五章 也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 现在你们 因我讲 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 常常来到主面前 接受他的话 让他的话来洗涤我们 当越洗涤 我们的良心越敏锐 越清洁 我们会对神的话呢 越明白 然后就像弟兄所说的 我们的良心 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 知识的展进 越敏锐 让我们会爱神 也就越多 那最后结束 就是根据 路加福音第八章 十八节里面所说的 路加福音第八章 十八节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他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愿主 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这个耳朵 是被锥子穿过的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有的姊妹 或者有的妇人 她面上都有 都有这个 钻过的那记号 让我们知道呢 这个被钻过的意思就是说 我爱我的主 我愿终生来服侍他 愿神使我们的耳朵是开的 我们听见他的话 说要留心听 主所给我们所说的 你听了以后 你要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你 没有的 给你所有的 也要夺去 好 我们低头 就给他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